Hello 大家好 今天王思拉廚房想和您分享 如何做一隻拜神的雞 亦是一隻很嫩滑的白切雞 肉質很嫩滑 醬汁也會好吃 材料很簡單 買了冰鮮雞一隻 大概有兩斤半 一包鹽焗雞粉 首先冰鮮雞 要拿出來清洗 清洗的過程很簡單 首先 拔掉腳 多餘的脂肪 拔掉 清洗乾淨的外表 肚子裡有肺肺 可以撕出來 但我剛才看到 清洗得很乾淨 裡面也沒有肺 而且 頭部也要洗 嘴部也要洗 頸部也要洗乾淨 有時會有喉管 在頸部也會幫我拔掉 但多餘脂肪 我盡量拔掉 這是三黃雞 是很厲害的 這隻雞 好像名字一樣 比較肥 洗完一次清洗後 用鹽散開 散開外表 散開肚子裡 臀部也會散開 由於一隻雞 雞可以用來拜神 所以整隻雞都會要 不會剪掉屁股 或頭部也會 洗乾淨 再洗乾淨 鹽散開外表 洗乾淨 之後 可以放在鯇雞裡 晾一下水 接著 把雞翼屈向後面 雞腳屈回肚子裡 雞腳屈回肚子裡 不會彈出來 頭部就在上面 煲熱一點水 水滾 我們就可以放進去浸 水 最好是盡量蓋過一隻雞 如果蓋不過 我們待會再浸另一邊 待會再轉浸另一邊 在這個過程 現在我們把雞腳捉住 雞頭的位置 然後放在水裡 一會兒 把水滾回肚子裡 把肚子裡的水滾回肚子裡 再把水滾回肚子裡 把水滾回肚子裡才會熱 再重複 放下 熱水滾回肚子裡 然後把水滾回肚子裡 再把水滾回肚子裡 重複三次 重複三次之後 就可以把水滾回肚子裡 把水滾回肚子裡 蓋回肚子裡 就可以關火 油滾在水滾回肚子裡 把筷子插在鸡翼的下面 然後就可以整隻鸡秤高 開火,煮滾的湯 用筷子插入雞腿的地方 因為雞腿是最厚的 用筷子插入雞腿的地方 就可以嘗試煮熟的程度 今次這隻雞 兩邊都插得很厚 插得肉已經熟 而且拔出來時不見有血水 所以這隻雞大致上應該都熟 但因為剛才浸了一邊 另一邊我擔心會差一點 所以再重複這個程序 把筷子插上去 然後再放上去 又是浸三次 然後這次浸另一邊 另一邊向下 就可以關火 焗多10分鐘 現在就做醬料 這是鹽焗雞粉 如果買到鹽焗雞粉 已經有了鹽和沙薑粉 不用再攪拌 然後燒熱油 燒熱鍋才下油 然後繼續燒熱油 燒熱後 然後就可以把熟油 淋到鹽焗雞粉 其實都很簡單 如果你不用鹽焗雞粉 你也可以用薑和蔥 和鹽 也是淋熟油 也是很好吃的 然後拌勻 然後拌勻 淋熟油 然後拌勻 很簡單 而且是很好吃的 要剪雞的時候 也很美味 這個鹽焗雞醬 完成了 到10分鐘後 就可以撈起雞 用一雙筷子 放在雞翼下面 就可以把雞拿起 然後用碟 裝起來 我們就要攀動 這個過程 這隻雞已經煮好了 而且熟 如果你要拜神 也可以拿去拜神 拜神之後 就可以斬雞 斬熟的肉 也會用另一隻熟的肉 砧板和刀 我會用一些滾水 錄一下砧板和刀 才用 而且斬雞 要冷掉斬雞 才好 否則 裡面的醬汁 會熱辣辣的時候 一斬 就會流出來 現在頭、頸、屁股 雞腿的位置 就不喜歡 接著 就可以 切掉雞翼 雞腿 和雞腿 先切掉雞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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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家中有小朋友 如果有小朋友喜歡吃雞腿 可以切掉雞腿 就不需要斬小 可以切成雞腿 這樣切成雞腿 然後把雞胸和雞背分開 然後切成雞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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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把雞胸和雞背分開 然後切成雞腿 然後切成雞腿 先切成雞腿 我相信你們排得更厲害 因為我都很差 我平時都很少這樣做 很少整隻雞做完才會斬 因為我貪方便 我都喜歡在山的時候 斬開 然後拌了一些物料 來蒸 斬好之後 我們就可以吃了 連醬一起吃 是很好吃的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就like、share 和subscribe我頻道 還有我也很歡迎你們的影片下面留言 在我頻道裡面 有很多不同的播放清單 如果你有興趣 也可以按進去看 我其中有一個播放清單 叫膠遊樂 是一些本地的行山片 和水上活動的影片 風景也很美 還有按進播放清單 看影片也很方便 因為它會一連串的播放 還有在我影片下面 有紅色訂閱的位置 你按了之後 按旁邊的小鈴 選擇全部 那就訂閱成功了 那是費用全面的 要喜歡這條影片 還可以like 那我來自再見 還有祝你們各位冬至快樂 拜拜